今天是 冬午節 六十七分 早餐 胡椒油 冰糖牛奶 然後 水素蛋 先搞定早餐 今天是 六月五號 昨天 去 去教室 做了訓練 真的有累 本來今天打算 就 不再訓練 後來想一想說不行 不管怎樣還是要動一下 然後下午 去買了 握力器 因為這個握力器 它上面是可調的 可以調的 然後它這邊可調的 最 以公斤數來講是8公斤 然後最高是40公斤 然後它有個16公斤 是比較符合教練它在 教室裡面的一個 一個握力的力道 好 那我們就是 直接 直接來 一口氣 壓到底 覺得這樣子 比較順手 反過來握 好 一口氣 好 很多 就 都 都 那 都 都 7、6、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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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8、7、9、8、10 我覺得除了練這些記憶力以外 那個肺活量也要跟上來 因為昨天在教室 當然戴口罩也會影響那個肺活量呼吸 可是畢竟在室內就還是必須戴口罩 然後戴口罩又要深呼吸吸不到空氣也會缺氧 可能是昨天因為這樣然後會吐 當然也有翻啦 翻的時候會想要吐 80 今天推進到80 握力 好 明天繼續操